大家好,我是曼尼泰卡拉撒南达 我的师傅尼西亚南达大师是印度教神 师破神的转世是斋师阿凡达 昨天大师的开示是非常的令人 兴奋吧 然后同时又非常非常多的信息 我们要用自己的二元逻辑去理解 可能还要使劲的咀嚼一段时间 简单的讲 大师昨天继续的讲 他揭示的时间的第四个维度 Kalpa 它是在前三个维度之基础上 对宇宙的等于说是星系的运转 一个新的揭示 如果你们还没有去看大师前两天的开示 简单的讲大师揭示 地球的自转造成了天的定义 然后月亮绕着地球的旋转 产生了这个月 然后地球绕着太阳的旋转 造成了这个年的这样的一个计时的方法 在这个基础之上 人类的科学还没有真正的去理解 更大的这个时间的单位 然后大师就在开示中讲 苏利亚曼德拉 这是一个繁文的词汇 它就是可以用星系来解释 然后它围绕着马哈凯拉萨 就是宇宙的中心在旋转 这个就是一个Kalpa这样 一个新的时间的定义 然后呢就有一个信众把大师的这些话解释 用自己的话去解释 然后又提出了一些疑问这样 大师呢对他的这个 如果你们对这个信众的这封信感兴趣呢 可以去大师的脸书 这个完全已经公布出来 大师对他的这段话有一个揭示呢 就是这个苏利亚曼德拉 它不仅仅是一个星系的意思 苏利亚是太阳这样 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太阳系 也不是银河系这么简单 而是呢 当然它就是太阳系或者银河系 是围绕着一个中心在旋转的 但是大师讲这个苏利亚曼德拉 是整个宇宙 就所有一切的星系加在一起呢 它是在围绕着这个马哈凯拉萨 就是宇宙的中心在旋转的 然后呢 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现在的 不管是科学还是人类的 对宇宙的理解呢 包括想象都是无法想象的 但是呢这个已经在我们的 印度教的经典中早已经有揭示 然后大师说呢 还是在继续的强调 就是对于时间的认知呢 在印度教来讲呢 就是从孩子一出生 就已经告诉他所有的宇宙的真理 所有的强调理的认知 就包括你的人生不仅仅是一世这样 这个呢和现在这个无意识的社会 是一个非常大的反差 在无意识的社会 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呢 我们积累的是更多的恐惧和 可以说是贪念吧 但是呢 在印度教呢 你就是积累更多 在印度教的文化 你就是积累更多更多的强调理的认知 在这个基础上呢 你的人生就非常简单的更加的成功 也就是说印度教呢 就是一个在地球上存在的一个 完全的朝着政务圆满 或者是人类开悟 这个最终极目标去服务的 最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文明 或者是这样一个宗教 它在地球上是一个独一无二的 这样的一个存在 没有任何其他的文明或者宗教呢 是以一个开悟为中心的 包括其他的宗教呢 他们的起源呢 是给人类开悟的 但是到了当今这个年代呢 已经被在这个过程当中的 所有的有对于利益 对于自我这个着迷的这些人呢 他们这个所有的这些扭曲和玷污吧 就是以不同的形式 所以呢造成了 现在只有在这个 在地球上只有印度教这个宗教呢 能够给人类真正的这个 政务圆满的这个结果 也就是人类在地球上存在的 唯一的目的就是政务圆满 然后呢也只有印度教 能够给人类真正的和平 印度教是一个完全纯粹的 和平为根基的这样的一个宗教 在这个基础上呢 它也是一个最富足的宗教 如果我们在过去三百年 不看这个被英伦打击的 这个印度的历史 在这个之前呢 再去看印度这个国家 它是印度教这个文化 为根基的这样的一个国家 它也是地球上最富足的国家 也因此才遭受了 所有这些打击和侵略这样 也因为它的非暴力的主张呢 造成了它呢 被掠夺了所有的这些权力 以及它的财富这样 所以才有了今天 Paramashiva也就是意识的源头 本人他本身作为尼西亚南达大师呢 转世投胎 来到地球呢 来重新的振兴这个将要失传 将要被毁灭的人类的唯一的希望 所以呢 讲到这儿的大师就是非常的感慨 然后呢 印度教是我们所有人类的唯一的希望 也是所有人呢 都要去拯救的 如果你听到了这个讯息呢 你了解大师到底是谁 就是从他开示揭示的深度 以及这个 如果你能体验大师的点化等等这些呢 我相信所有的同修都能够 从各种的程度上去理解 大师到底是不是Paramashiva的化身 然后呢 对于你 如果你的灵性的寻求度越高呢 你和大师的连接就越迅速 其实这就是吸引力法则 所以呢 非常祝贺所有的同修 如果你知道 你发的内心的知道了 大师就是Paramashiva的化身 那么首先你自己的政务圆满呢 就已经保证了 然后呢 你也要知道 你在这一世的唯一的目的呢 就是重新的振兴 开拉萨 加入大师的使命 所以我也希望所有的同修呢 都能积极来学习大师的教学 然后呢 在我们开拉萨的这个平台 继续的发展 然后也要知道自己人生的使命呢 其实就是要给地球一个新的未来 你不是来地球 吃喝拉萨 结婚生子 或者是挣钱 或者是追逐名利 你的使命是要给人类超意识突破 要给地球一个新的未来的 要把宇宙最终极的文明 开拉萨建设在地球 所以呢 希望更多的同修 能够积极地加入到我们当中 然后在我们平台 活跃的同修呢 希望你们能够 积极地丰富他人 让更多的人 通过大师教学受益 来到开拉萨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你点灯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